搜索单位,这个我想请各位就自行完成了 基本上就是查完之后,把它每个都查出来 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去另外工作表 所以记得跨工作表 这个范围 一个一个帮我找,找到之后的话呢 帮我把他的同一栏的第一列资料 带回来到他的隔壁这一栏,B栏里面 那程式基本上就写成这样子 OK 那程式云端上其实也有啦,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另外的话呢,我有把那个 一些相关的 细节啦,其实有用文字叙述 程式重点里面大家有提到 至少有三个可能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for each for each的话是 以后你只要针对的是某一个范围 每一个储存格,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for each来写 那他会把那个 你指定的那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资料 会放在sales变数里面 一个一个 那你可以比 比比看 有没有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跨工作表 刮壶1指的是第1个 你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叫跨工,所以这一题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 不同工作表 的资料 前面我们有讲过跨工作表 不过这个其实也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其实第3个是 Elite for 以这一题来看 你不加好像没差 好,主要原因是因为 程式跑太 但将来如果质量大的时候 那还是要建议各位一定要加一下 不然的话他有点像 多跑一些无味的动作 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 这一题大概就先到此 再来的话我们来开启那个 我们的范例档里面的326 班级乘期查询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做出来结果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我选了一班 或二班好了 那我希望把资料带过来 OK,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呢 这边的几种做法 就是说呢 这个是用VBA写的 这个下拉清单其实 主要是本来就是在里面先增加一个 下拉清单前面讲过 资料里面的那个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清单 那因为我已经写固定了 来源的话就是 1班 豆点 2班 豆点 3班 然后就把资料 加在这里 这个其实跟 公式跟VBA 没有关系 反正呢只是一个下拉清单 那也主要差异就是说我希望呢 当我下拉清单选择一个班级之后 自动帮我把 这个总表 里面的 班级 那主要是根据什么 根据前面班级 只要是跟这个名称相符 比如三班的 后面这些资料 比如说这个4 这个4 把这三个呢 帮我call到这个 这个范围 call过来 这样子 诶 可是问题该怎么做呢 当然 你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的 函数组成公式 当然呢 也可以用VBA 不过呢 以前的那个经验来看 就是说呢 以前本来我最早是 教各位 教其他同学 是用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来解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 在 简式里面 一样 326 这边有一个参考的答案 那你可以看到原来 我本来交Excel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选用哪些函数呢 第1个if 大家可以想见 small index ifl 再用Row 最后的话呢 比对完之后 记得外面还有个大刮 大刮壶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最后的答案是这个 等于 ifl index small if 然后再加Row 然后再 在colum 那记得外面的大刮壶 记得不是 这边大刮壶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外面有个正列 那如果说你要拿这个答案 你就 不要复制到大刮壶 大刮壶里面的公式复制之后 假如你要看结果的话 你可以直接贴 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 你就贴到这里 而且特别贴上之后呢 如果要执行大刮壶不是自己打 你要Ctrl Shift加Enter 变成说呢 那个大刮壶是你 当你按下 输入完公式 然后按下Ctrl Shift加Enter 所得到 那个 Ctrl Shift加Enter 实际上就是执行正列 那所谓的执行正列的话 有点像是 VBA里面的回圈 那做完之后它有个好处啦 你向右 向下 它就自动抓到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我不用点这里啦 这个是VBA的 一般 一般抓过来 二般 二般抓过来 三般 三般抓过来 但是 里面的公式 我光讲完了 其实我还没讲完 讲到一半就已经 很多同学就已经昏倒了 已经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后来 我干脆想 用VBA讲 要不然同学接受度反而比较高 OK所以呢 我们 如果你对那个函数有兴趣同学啦 我在云端上上面都有答案 你可以拿来试试看 要不然你就用VBA写写看 反而变简单了 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我如果不用 Essale里面的函数 那我这个就最后的结果 三般 三般扣过来 二般 二般扣过来 那其实写这个程式 也不复杂啦 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 一样是先到VBA 第二个的话 我先把前一题先关掉 前一题是所属单位 把它储存 OK 一样呢 先在这边 我们先增加一个什么 先增加 一个 这个模组 按右键 插入模组 第二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是 打一个sub 后面加一个班级 Enter一下 就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剩下来就是比对啦 比对什么呢 比对 这个范围 也就是这一栏 从第2列到第12列里面 这个名称 是不是 一般 OK 所以呢 我们就怎么样 先 范围是for i 等于 第2列 到 第12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然后这个范围先确定之后的话 再比对一下 如果 这边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这个储存格叫 Sales i列 A栏 如果等于 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如果是固定的话 我用range range OK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这个储存格是h2 空一格 然后要做什么 关键就是然后 Enter两下 先打 end if 我习惯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 如果 我们假如说呢 两边是match的状况 实际上就是帮我把 他后面的这三个储存格 call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三个储存格 所以呢 这个call到这里 那我刚前面讲过 那个来源写在后面 目的写在前面 所以呢 你要怎么写呢 基本上的话呢 目的先写嘛 所以是这个叫sales sales的 我先拿这个来call sales的 第几列呢 这个是区 区 那这个是第五列 所以这边先写个5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边这个 这个的话 那就是拿这个来call sales i列的 a欄 那把a改成b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跟找到的这个 同一列 的b欄 那依此类推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复制 那总共会有四个储存格 所以你就贴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呢 这边分别改成 gh ij 这样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bc 来源嘛 bc d d 1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 完成第一步了 但是你会发现 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call过来 它就第五 那如果下一个再call 那不就盖过去 所以这边一样 刚刚我们有学过叫k 所以我一直讲说k 很好用 初始值先给它5 然后只要做完结果之后后面在k等于k加1 让它往下 它就会先call第五列 再call第六列 再call第七 比e次类推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这个5改成k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 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 乘4就写完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一般是不是能够抓 先 就是全部抓到 诶有没有 一般的 是 是 不是 张居正 对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喔 利用这样的方式 它就一个一个的 帮我call过来了 好 那只是说呢 它的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呢 我切到二斑呢 如果 像刚刚的那个公式 它会自己refresh 自己更新 可是问题这边没有 那没关系啦 顶多是再多按一下 按钮 OK 不过 这边有一个bug 明显的bug 就是你二斑 只有两个 但是旧的资料还在 所以喔 这个地方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你应该是 先要把旧资料清空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清空 范围清空前面讲过 最简单的写法是什么 Range 有没有 哪一个 哪个范围呢 从G5 所以我们就G5 到哪里呢 G H I J J 看清到12吧 OK 所以我们就把 J12 里面变成没有资料 好 先清空之后 再来放资料 看一下 应该OK吧 有吧 那第三也是一样 三班 按一下 程式写完了 你想说 比较之下 其实说真的 这样的写法 跟刚刚 用一大堆的这个函数 比起来的话 其实我反而觉得 好像似乎这样写 其实 也 不会比较麻烦 OK 甚至 待会儿的话 甚至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程式 再更精简一些些 比如说 精简什么 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 这个 范围 有没有 它连续的 有没有 像比如说 这边 三班 三班 三班的话 应该是这个吧 比如说这个 留 砖红在这里 3123 在这里 它基本上是 1234个是连在一起 抠到 也是一样连在一起的位置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范围抠到这里 那我现在这样的写的话是 4个储存格 抠到另外4个储存格 那如果说我假设啦 因为它连在一起 我可不可以换个写法 我用范围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范围 抠到另外一个范围去的话 那程式该怎么写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第一阶段的写法先试试看 主要 写的过程其实你慢慢揣摩啦 应该都差不多 第一个是范围 第二个是 逻辑判断 如果为True的时候做这个事情 那顶多是增加一个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可以再试试看 我们先试试看 让我们先试试看